大概在一个月前 我们做了一期1080Ti的首发评测 当时我们就承诺了 会做一期纠集评测 带给大家一些劲爆的东西 那我们今天就来玩一点 大的吧 首先第一点也是许多朋友好奇的一点 非公卡跟公版卡 到底有多大的性能差距呢 为此我们又搞了一张 数码暴龙公司推出的 大波姨妈GTX1080Ti 这张非公版的GTX1080Ti 体积着实有些庞大 相比公版的1080Ti宽出了不少 以前的非公显卡多喜欢坐长 现在横向延展不开了 就开始往纵向发展了嘛 内部用料上 别看它体型那么大 其实供电也就和公版卡半斤八两吧 不过说实话 由于做了驱动层面的频率限制 用料再好的实习卡 普通人恐怕也很难抄得上去啊 如果不抄平的话呢 只要别缩料就好了 我们才在微信上探讨过堆料和足料的问题 大家可以去观摩一下啊 性能上的话 大波姨妈1080Ti 在FSE的基准测试中稍强于公版的1080Ti 而在Time Spy中 两者差距更加显著 不过毕竟同为1080Ti 影响性能的也只能是频率 两者在游戏中的差距不会拉得很开的 无论是GTA5还是巫师3 或者是幽灵行动荒野中啊 公版和非公的差距都在5%到10%左右 不过非公版倒是有一个无法替代的优势 那就是温度 这张大波姨妈1080Ti 在Firmark考机中温度最高达到了68度 相比公版的82度低了很多呀 考虑到现在的公版卡卖的比好多非公卡还贵 我们建议如果没有信仰的话 那还是选购非公卡仍然是最合适的 第二个问题啊 1080Ti能不能带动4K三连屏呢 我们废话不多说 直接来玩游戏 在极限竞速地平线3中 我们开启全特效 游戏全程保持在30帧以上 对于这种分辨率来说 真的是相当了不起的啊 而在战地1中呢 开启全特效 游戏的表现就比较糟糕了 帧率只有25帧左右 在我们降低到中特效后呢 游戏的流畅度终于有了比较显著的提升 帧率提高了10多帧啊 至少能够正常游戏了 再来看看GTA5 我们开启了全特效运行游戏 同样有不小的卡顿啊 帧数大约30帧不到 而在将画质设定降低到高之后呢 游戏就可以比较流畅的运行了 此时的帧数可以达到50帧左右 最后来试一下513 在全特效下呢 1080Ti只能跑到24帧左右 当我们把特效降低到中等后 也只能勉强流畅地运行513 看来单卡已经不够用了哦 双卡会有怎么样的表现呢 待会儿你就知道了 第三个问题啊 双卡1080Ti能带来怎么样的表现呢 我们向索尼艾利池 借了第二张GTX1080Ti 组建双显卡速力 在双卡加持下呢 3DMark的跑分几乎翻了个倍啊 在FSE中跑出了26000多分的成绩 Time Spy则是跑出了18000多分 至于娱乐大师嘛 看看就好了 在实际游戏中呢 速力也会有不小的提升 但是效果并没有跑分那么显著 而且游戏表现各有不同 我们测试的三个游戏中 513是对速力优化最好的 帧率提升了65% 然而当我们来看一下真身成时间的时候呢 双卡下的表现简直可以用惨不忍睹来形容了 所以能单不双这句话确实是有道理的 比较让人好奇的是 双度1080Ti运行4K三联屏会是什么效果呢 我们也尝试了一下 结果却非常让人失望 在极限竞速地平线3中 不仅没有了性能提升 还频繁地出现了卡顿 而在战第一中同样如此 看来这两种技术目前还不可兼得 打算这么玩的土豪可要想清楚了哟 第四个问题 双路1080Ti能不能通过BRMARK蓝房子的检验呢 在上一回中 我们的1080Ti单卡 仅在蓝房子中跑出了3000分出头的成绩 离及格还是有不小差距的 在组建了双卡速力之后 蓝房子的成绩提高到了3800多分 虽然还是没及格 但是BRMARK给出的结余已经有了变化 由于目前的VR头显和游戏 是可以进行插帧补偿和自适应画质的 因此双卡1080Ti理论上 已经可以在蓝房子中获得不错的体验了 不过我也是好奇 到底要什么样的显卡 才能真正通过蓝房子的考验呢 希望在一年内可以实现这个目标吧 看到这里呢 本期节目也已经接近尾声了 今天1080Ti确实为我们带来了非常棒的表演 即便是使用4K三连屏的情况下 许多游戏仍然能够保持流场 但如果你是打算购买两块1080Ti回去组速力的话 我建议你还是先考虑清楚吧 毕竟即便帧数上有所提升 实际的游戏体验 双卡还真不一定比单卡要强哦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喜欢我们的话 请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极客湾 以及淘宝店铺极客湾电脑超市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听说你想看Ryzen是吧 那就期待一下我们的Ryzen5首发评测视频吧 4月11日晚10点正式捷径 届时Ryzen7也会同时登场哟 我们下期再见